臺灣守廟堂堂自民國84年去發送中座學金 每年加費一千學住 希望透過這麼多的情況 這樣做已經可以安心求職 今天在廟堂居辦的館長儀式 也是守廟堂堂第28次中座學金館長 這處總共有199件學校 943位學生受精 班情驚訝346萬7千塊 時間過了有九天已經28天 今天所頒發的同學 總共有943位 獎金也有一些的 獎金我們都很有演過的 我也希望在這個少子趴的時代 大家我們就要更應該的珍惜 我們的身體也好 課業也好 包括大家努力的學習 市長恩惠町原本也要出席的 這張溫馨又還有藝的活動 但因為不僅是燈市花開它的時間 所以特別委託 市府副秘書長王楊智 前來頒情感謝中 讓修廟堂堂 當時也鼓勵受情的學生 要努力向下 未來有靈力時 也要花開社會 我最重要它是起了很大的一個 引領拋轉引運的作用 希望更多的各界 可以來對我們教育的支持 我們所謂的同學 這些很可貴的資源 我們要想到的 我們這些有心的各界 對我們這一份的支持 是希望我們可以有一個安定的心 因為有經濟上的困難 可以很靜心下來 努力我們的學業 做好我們做人做事的學習 台灣須備天堂 長期導力社會工業 從發送中所學金以外 每年也會構成 關注社會局200萬 照顧六四家庭 並辦理尋共和尾門經發送 今年因為已經變化 天堂緊貼做市府向它工作 關注快篩 水安 隔板 幾、二、三、三、棍機上不住 它是坐行動 共同照顧六四 台南新聞章 社會 蔡鳳報德